这家当铺呢 周到17岁的刘姓抢手44秒之内连开了51枪 犯案之后呢 兽年随机前往本朝分岳大关派出所来投案 宣讯后也被移送到新北地院兽年法庭 那么今天开庭之后 刘姓兽年被裁定收容 现场疑似兽年的阿嬷也被媒体执警 前往法院来听题 不过事实上呢 根据律师来透露 许多帮派找上少年枪手来犯案 就是看准了未成年 即便被逮 刑则也会比较轻 从警察局被带出来 面对体问部发抑郁快步走上警车 这名17岁少年大白天 在土城四川路一间当铺 连轰51枪震惊社会 犯后就搭上小黄西枪投案 原本300块的路程 还霸气直接给1000元 在哪边带到那个年轻人的 混将协助做完笔录 从派出所走出来 神情紧张 整个人惊魂未定 他当时载着刚开完枪的少年 怕被迁怒 只能硬着头皮载人 根据了解少年当时在车上 打了一通电话给一名律师 约定要在派出所见面 除了为任律师 一同赶赶赴板桥分局 还有犯案少年的祖母 家庭成长背景 一并曝光 原来少年的父亲 在108年犯下毒品案 正在坐牢当中 也早就与妻子礼异 少年从小受隔代教养 祖母说他从小就不是很乖 怕他以后没成就 无依靠 还过户中和一处四楼 和顶楼加盖公寓给他收租 如今公寓市价 从当年300万元 涨至千万元 让少年年轻轻轻 就坐勇千万房产 没想到还是走上歪路 连续当天发生在新北的 强疾案 共通点都是少年抢手犯案 幕后主使可能就是看准 未成年就算被抓 刑则也会造轻 据少年事件处理法 12到18岁的少年 如果涉犯刑事案件 是要由少年法庭来审理 而且依据刑法 是可以减轻其刑的 如果犯罪行为人 他之后自首 还可以再减轻其刑 一个未成年人 他如何有能力 拥有枪支 所以头案并不代表结案 年续两天 抢神大座 新北沦为八场 少年枪手 更是沦为帮派的犯罪免洗块 警方誓言要抓出幕后主使 打击黑帮 嚣张气焰 接着林英文 陈瑞祥 新北采访报道 新北市储存最佳 当铺在昨天上午 周到送五年 枪手扫射了 五十一 中旬 同常起因一次 是因为这黑道的华山帮 向竹联邦 燃堂 红人会来购买毒品 第一次制毒工厂 走到检警给抽掉 双方的财损 求不拢 才会引发一连串的 报复行动 黑衣男子手持枪械 跑到一间档铺 对着门口铁门连开三枪后 跑上同伙前来接应的车辆 逃离现场 这间档铺和二十号上午 被开五十一枪的是同一家 疑似是因为黑道之间 毒品利益桥不拢 华山帮跟竹联邦 红人会才会全面开展 远景缤纷多路在十一号晚上 分别在新北宜兰等地 破获两座新型三级毒品 喵喵的制毒工厂 而这里疑似就是有黑道经营 不要动 制毒工厂被抄 犯嫌狼狈落网 背后就引发帮派间 一连串寻仇仇行动 一切起因 疑似是因为华山帮 向竹联邦仁堂 红人会购买毒品 但制毒工厂却被检警抄掉 毒品交易失败 两派人马百步品财损 红人会在四月中旬 就当街对着和华山帮成员 有密切关系的档铺开枪 华山帮在北市连开13枪 追及红人会成员绰号金鱼的坐车 一路追到板桥 接着20号上午在罚神少年枪手 对着华山帮绰号红道的男子 朝他的档铺连开51枪的嚣张行径 知情人士透露 黑帮寻仇的改造枪支 是由台湾知名玩具枪公司改造 但中华民国玩具枪协会 也立即发声明驳斥 由于改造玩具枪 警方难以追查来源 就成为了黑帮犯案的武器之一 不过一个月内就发生重大枪击案 背后到底是不是黑帮报复 检警还要深入调查理清 记者洪小杉黄胜权新闻报道 好这家当铺呢 周到17岁的刘姓枪手 44秒之内连开了51枪 犯案之后呢 兽年随机前往本朝 分岳大官派出所来投案 尊讯后也被移送到 新北地院兽年法庭 那么今天开庭之后 刘姓兽年被裁定收容 现场疑似兽年的阿嬷 也被媒体执警 前往法院来听听 不过事实上呢 根据律师来透露 许多帮派找上了 兽年枪手来犯案 就是看准了魏成年 即便被逮 刑则也会比较轻 从警察局被带出来 面对提问部发抑郁 快步走上警车 这名17岁少年大白天 在土城四川路一间当铺 连轰51枪震惊社会 犯后就搭上小黄西枪投案 原本300块的路程 还霸气直接给1000元 问将协助做完笔录 从派出所走出来 神情紧张 整个人惊魂未定 他当时载着刚开完枪的少年 怕被迁怒 只能硬着头皮载人 根据了解少年当时在车上 打了一通电话给一名律师 约定要在派出所见面 除了为任律师 一同赶赴板桥分局 还有犯案少年的祖母 家庭成长背景 一并曝光 原来少年的父亲 在108年犯下毒品案 正在坐牢当中 也早就与妻子李懿 少年从小受隔代教养 祖母说他从小就不是很乖 怕他以后没成就无依靠 还过户中和一处四楼 和顶楼加盖公寓给他收租 如今公寓市价 从当年三百万元涨至千万元 让少年年轻轻轻就坐勇 千万房产 没想到还是走上歪路 连续当天发生在新北的强击案 共通点都是少年抢手犯案 幕后主使可能就是看准未成年 就算被抓 刑则也会造轻 年续两天抢神大作 新北沦为拔场 少年枪手更是沦为帮派的犯罪免洗块 警方誓言要抓出幕后主使 打击黑帮 少长气焰 记得林英文 陈瑞祥 新北采访报导 明天总ifi 卡 嗯 好 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